歡迎大家再次回到肥冰的世界 今天會和大家拍一條找數片 找什麼數片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在多月前 有朋友、有網友 就和我說想我拍一條講一講開車的影片 講一下我Melbourne駕車的影片 但我一直以來都沒有拍到 最主要是因為那時候來到Melbourne不是很久 也不想在我沒什麼經驗之下去教別人 或者講解 我覺得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所以到今天來到Melbourne差不多四個多月 我覺得都有足夠的經驗可以和大家講一下 其實在Melbourne駕車的情況是怎樣 首先大家要知道澳洲駕車都是右軚的 所以不用擔心左右軚不分 左右軚不合適 或者導致你駕車不習慣 所以在Melbourne駕車 我現在都是坐在右軚 整個澳洲都是右軚的 亦都是左線行車 左線是慢線 右線是快線 但亦都要留意的就是 有時你長期壓著快線 跟香港一樣都會犯法 這條影片我會分幾個層面來講 首先會講一下市區駕車 然後會講一下highway駕車 再講一下一些特別的規矩 以及一些交通offense的情況 怎樣處理或者怎樣避免 首先講市區駕車 如果你在MelbourneCity駕車也好 或者濕淫駕駕車也好 都要極度留意行人 因為在Melbourne駕車 行人是絕對有優先權的 不論你是過馬路也好 橫衝馬路也好 你不要以為車死了你不用負責 其實市區駕車最大我不習慣的 就是我們當時來到 無來的紅綠燈 我覺得有點難掌握 因為在香港來說 紅綠燈 其實紅燈就一定停車 綠燈是絕對有行駛權利 但如果你在市區駕車 尤其是T字路口或十字路口 你要轉轉右也好 很大機會你行車的交通燈是綠燈 但同時間左右兩邊的行人紅綠燈 都是綠燈的 所以你就要看清楚 究竟會不會有行人在上面 又或者你留意看看 究竟別人的行人紅綠燈 是否都是綠燈 有時路牌會提醒你 提醒你這個紅綠燈 這個十字路口這個路口 正正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行車有綠燈 行人都是綠燈的情況 也有很多斑馬線是不會有紅綠燈的 就像一個黃牌一隻腳仔 這種都是行人有優先權利的過馬路安全 都不是安全 總之是一個馬路仔 都必須要讓行人優先過馬路 也要說一下 在十字路口上面 我也覺得有點困擾 就是我發現 在Melbourne的十字路口 有很多的虛線 大十字路口有口 小十字路口也好 其實有很多虛線 看看這張照片 沒錯 這張照片 就是我覺得 都挺教人去理解的一條線 地下這麼多條虛線 其實你應該走哪條跟哪條呢 我個人的見解 就是 你總之跟著你右邊的虛線 就對了 因為你跟著你右邊的虛線 你就可以順利 保持在你自己的路線行駛 而也不會有機會 踩到別人的路線 不過我講一講 始終Melbourne的人開車 一直都不是大家想像到 那麼守規矩 或者技術那麼好 很多時候 十字路口 轉彎 都是會整個車輛篩 篩了出來 鞋子疲了出來 它們的路線 都不是拿得那麼漂亮 所以大家轉十字路口的時候 都要小心 好了 亦都想講一講 甚麼叫Hook Turn Hook Turn 在CBD 裡面 是比較常見的 但其他其他室位都比較少見 最主要就是當你在一個行人 一個比較窄的路段 但是有十字路口 亦都可能有Tram在中間行駛的時候 你轉右的時候 就必須用左線轉右 Hook Turn 一定有路牌 向你提醒你這個Hook Turn 但怎樣做到左線轉右呢 當你向前走的時候 去到十字路口 你要轉右 但你呢 就要靠左線 你看著前面綠燈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到十字路口 中間靠左 有個方甲讓你停車 但你不要以為你面前綠燈 就可以馬上轉右 你是要去到格子 然後把你的頭轉到右手邊 看一看你右邊的紅綠燈 如果右邊的是綠燈的話 你就有優先權去轉右了 這個Hook Turn 其實我都困擾了一段時間 我剛剛來到也不太懂 不過 如果大家真的不太明白 Youtube Levit Rose 是有教過大家怎樣使用這種Hook Turn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但如果你向前是綠燈 然後你直接轉右的話 那就麻煩了 因為你轉右那一刻 人家的紅綠燈 行人的紅綠燈是會綠色的 而你呢 其實那一刻就是隔著沖燈 沖燈就罰錢的事少 不過扣分和撞死人就麻煩一點 所以大家不要亂充一個Hook Turn 在市區開車或是Suburb 開車 亦都會有一種情況出現 就是會有電車和Tram在馬路一起行駛 在Suburb 裡面 或者City 裡面也好 很大機會 你會和Tram同一時間 在馬路上平排行駛 大家要記住 Tram 亦都有絕對的優先權 他們行駛途中 如果它慢打四方燈 停車要上落客 你都必須要停車 不可以衝 所以如果你看到 他們有些站在Tram Station 你會看到是和馬路平排 沒有特別的一個站 大家就要加倍留意 它打四火燈的時候 它跟你說要下落客的時候 看到它慢停車的時候 你都修好慢 準備停車都可以了 還有就是 如果大家在City 開車的時候 看到有警車、救護車、消防車 在你身邊工作的時候 你都必須慢洗 慢到多少呢 就慢到40km per hour 因為在不久 澳洲都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些 Service Worker 上班的時候 被一些大義的司機 喝醉的司機 撞到 扯到衣服 導致他們身手受傷 記住 別人上班是不應該受傷的 你上班也是不應該受傷的 所以做回一個謹慎的駕駛者 在City 裡面 亦都很常見到 會有人踩單車 不論是送外賣也好 出單車團也好 單車也是有他們的優先權 如果你看到有單車在馬路上行駛的話 你應該跟它保持最少1米距離 當然了 如果你做到2米更加好 亦都要慢洗過他們 在City 普遍的行駛車速 都是徘徊在40-60km 沒錯 大家聽到是40km 當然了 絕大部份的情況都會走60km Unless 它會跟你說明 這個是40 zone 那你就會走回40 亦都有機會經過一些 School Zone School Zone 40 這種情況 即是說 當特定時段 在區域附近範圍內 就會走40km 通常就會在學校旁邊 時間上 普遍見到的都是由8-9.30km 或者是2.30km 或者是2.30km 都是上班和上班的時間 但見到這些School Zone 記得要收慢 別人的衝是別人的事 你衝被人抄 就是你自己的事 不能蠻人的 因為最後 你便是主持人 你便是責任自己的行駛 你責任自己的駕駛 我們提及了 在城市中的轉彎 Hulk Turn Tram 單車 行人 School Zone 車速限制 City 其實不是很難駕駛 但是 我也想跟大家說 澳洲雖然是地大脈搏 但其實在Melbourne 市場裡 路都頗窄 所以 買車的時候 盡量不要買這麼大的車 還有 如果你在馬路中間 看到有火車Tram 你會看到地上 是不會特條 畫一條Tram Lane 有情況下 地下的電車路軌 其實跟一個保送馬路一樣 在你的情況下 不要把四個輪子 全部踩入到路軌上 因為踩入鐵路軌上 你的車會有機會 線胎和左飄右飄 四個輪子還好 如果兩輪 前輪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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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是有少許的危險性 好了 我們說完市區駕駛 又說一下Highway 首先 Melbourne Highway 有分兩種 一種叫Towway 一種叫Freeway Towway 顧名思義是要付錢給Tow Freeway 就是一些高速公路 不需要錢 但是Towway Freeway 車速限制 都是因應當時的狀況 普遍來說 這些高速公路 都是走一百左右 但是 因為Vic Road 都採用了一些智能駕駛科技 他們會看到實時的交通狀況 去斷定公路路段走幾快 所以你見到有時候 你明知會行一百 但不知為何 突然會變成80 電子路牌的車速限制 是可以隨時更改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他們會不會有更改車速限制 這個情況出現 尤其是入機場那段路 因為經常都會有很多車 所以你會看到 我來不來 就會更改的車速 一百變八十 甚至乎我試過 看到前面交通以外 有個貨車 脫掉了一些 發泡膠 掉到地上 它變成四十 我都試過 還有就是 在Highway的時候 盡量不要跟貨車 或者泥頭車 因為他們 經常都會有機會 掉一些小石頭 或者地上有小石頭 他們的尾輪 就很容易抽起小石頭 彈到你的車 彈花了 就真的沒有仇報 這裏不像香港 你可以報警 去控告他 有不思心駕駛 這裏是沒有這裏的 還有像我們這些巴士 大貨車 他們駕駛的能力 都不是香港那麼穩固 這車很多都會左右飄 左右擺 如果你看到兩邊都有貨車 都建議大家 盡量不要隔起來 迫起來 因為 如果兩輛車 一齊 拉斜一點 夾下去 你的後果 都挺幻想到 都挺嚴重的 還有在Highway的時候 最慢線 當然是左線 而快線 也會是最右的那條線 但有時候 你也會看到 有些牌子寫著 叫做Pool Lane 或者Transit Lane Share Lane 意思是甚麼呢 即是在某個特定時段 那條最右的快線 只容許車輛 有多過一位乘客 計算是司機 多過一位人頭 才可以走那條線 即是說 如果你這輛車只有一個人 上班駕駛了那條線的話 警察看到是有權捉下你 Capture你 然後給告票你 這個香港真的比較少見 亦都見到 有些緊急的Emergency Lane 有時會寫明 Bus and Taxi 是容許走這條線的 這個也是 私家車是不可以走的 但我亦都見過 偶爾有一些司機 是會不理會 三出有一趟走的 但是呢 這裡的警車 Highway Patrol Car 有時會和你一起玩塞車的 大家塞車的時候 他有塞車 你魯莽地充了Emergency Lane 他見到你 他就會 tun down 就會track you down 就會出發票 出告票給你 在Highway上面 其實你如果不清楚自己走哪條路的話 最好都是選左線來走好些 因為絕大部分的Exit 都是走在你左邊出口 跟香港的設計都是一樣 而它路牌的設計 而它的ExitGate ExitGate 都跟香港是大致相同的 所以如果在香港懂得 用Google Map的朋友 就不需要太擔心 來到這裡 不懂得看這些Highway路牌 當然啦 這裡澳洲的路牌 是用英文寫的 所以這一個 就有少少的不同分別了 其實Highway開車 就不是太大問題 不過也要留意 他們的攝錄 觸你超速的攝錄 是收得很隱蔽的 他們的攝錄 大部分都是收在橋底下方 拍攝了你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在橋底 你會看到一排燈的物體 這排燈其實就是他們的車攝錄 而這雙觸超速 並不是只拍攝車尾 是車前車後都拍攝 亦都拍得非常清晰 你不要以為 就分享給其他人 找人頂包都很容易解決 我稍後片尾 近片尾一點 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為何盡量不要這樣做 講起這些超速觸燈 亦都想說 現在在City裡面的紅綠燈 亦都會看到觸衝紅燈的車攝錄 觸衝燈的攝錄 你不要以為只是觸衝燈 是會觸你超速的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習慣了 黃綠燈 我放油去 如果你超速的 超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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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而且不開車頭燈 開車是超級超級超級危險的 尤其是路線上 如果你是打算做做路線路的話 去一些比較遠的地方 連日頭都建議你開燈 甚至開高燈 因為在路遠的情況下 你有開高燈 別人就會知道你的車型頭來 否則你看不到有燈 你都未必會看到一部車的存在 這也是跟香港有些不同的情況 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裡我發覺 很多人轉彎設線 打燈是不望盲點的 我來了三、四個月 我已經試過六、七次 都有人不望盲點 就想要剪線 差點撞了我 所以我經常跟朋友說 你開車多厲害是沒有意思的 別人開車危險才是重點 所有交通意外 絕大部分 不是所有的 都是因為一些白癡仔 開車導致 你是不是一個白癡仔 就留給你自己去判斷 大致上我們就說了 在City裡面開車 以及在Highway裡面開車 一些要留意 以及一些特別的情況 以下下來的時間 我亦都想講一下一些 基本的留意的地方 首先就是 車鏡被人拍你超速 或者是衝燈 這些交通為例事項的鏡 如果在Melbourne裡面 有幾種情況 用鏡子拍你 也有幾款的鏡 第一款剛才所說 就是擺定定在紅綠燈位側 抓你衝燈的鏡 那些也會拍你去超速 剛才改正了 還有就是那張照片 你看起來是非常低清的 蒙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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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 其實System看到的照片 是超高清的 你這輛車裡面做過什麼 你這輛車裡面有多少人 全部都會看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不要亂來 第二種車鏡就是 剛才所說 在橋底隱藏式 抓你超速的車鏡 流動的超速鏡 這輛車不會像香港一樣 設定三個腳 有兩條模擬 坐在旁邊 坐在旁邊拍攝 看著螢幕 不收油嗎 這裏是它會有 SUV車 然後放在路邊 是一輛很普通 不起眼的車 你可能會以為它會拍下來 但其實它們就是超速的車 當你走到近一點 你就會看到車鏡後面 會有三個洞 三個洞 就是它們的雷達 它們的相機 其實都是前後同一時間 一起拍攝 所以 又是要說回 你打算找人打包這個問題 不是 找人頂包這個問題 真的要三思 各位朋友 防外司法公正 亦是一個criminal offense 好了 我們說了三款攝影機的問題 包括了充燈和超速 近來的Victoria 省 嘩 做甚麼 近來的Victoria 省 亦有第四款攝影機出現 這款就是捉人家使用電子裝備 為何我不是只用電話那麼簡單 因為現在最新的例子 就是你用任何的電子產品 去按車螢幕也好 去玩你的電話也好 你設定Google Map也好 那些電話也不算 所以現在我這樣說話是合法的 但如果你在使用的話 那些高清攝影機也會拍下你 去用這個電話 或者用你的電子設備 然後再寄告票給你 這條我覺得是頗兇的一條例 因為對於我們這些不太熟悉的朋友 有時可能真的要調整一下Google Map 或者可能有些急事 要按那個螢幕去打給家人 或者打給朋友 那你這樣的情況下 那你要用到這個電話 那怎麼辦呢 那它的建議問說 你停車停不下一二遍才用 這款第四款的攝影機 亦是近來新的例子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還未知道這種攝影機是甚麼樣子 不過我聽回來 就是用一個類似CCTV 大舊的高清攝影機 去拍攝大家用這個電話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著 我放下頭 把電話放在攝影機下面 遮住就可以了 它看到你的形式相似的話 它都可能會出告票給你 還有就是剛才所說的 警察執法 不是下下一定在警車上順便發生 澳洲都是有隱形戰車的 而這輛的隱形戰車 並不是香港的Audi 保馬一看都知道是隱形戰車 我見過最普通的一輛隱形戰車 是一輛Toyota 白色的Toyota 亦都是相當難去認識 所以在Melbourne駕車 真的要小心駕駛 留意別人 好了 捉超速這個問題 在Melbourne裏面 不要說Melbourne 整個澳洲 超速這件事 是捉得非常之嚴 在香港 很多時候你駕車 可能明明說80 例牌超10 覺得沒有東西 超15才拍的 那就是超 但在Melbourne這裏 超3 它都已經可以 有足夠的能力 去充電你 我聽過有個朋友 家人 他的車速 就是超7 即是可能是70 大概是77 都寄了告票給他 那也都要留意 如果你是打算用國際車牌 來玩開車 可能租車 或者你打算用香港車牌 我不做Melbourne的車牌 那我就超速 那就不會畫回我的記錄 那你就太年輕了 因為這裏 扣分是跟實名制的 所以不論你用什麼車牌 來開車都好 到你拿Vectoria Road 的車牌那一刻 你扣了的分 就會帶到你自己的名字 為何我這麼清楚呢 因為我被人罰過 我那次在9月份 就去了South Australia 那邊去Elderley 玩 變成一個路程 然後我在一條路程 轉了一個 exit 由70變成50 我不知道原來變成50 但之後 就被人拍了我走 72 就說我超22 然後罰了我900多元澳幣 是900多元澳幣 差不多5000元港幣 當然South Australia 是罰得特別貴的 它的罰款和罰額 是對於Melbourne的雙倍 那當然 你說Melbourne便宜一點 是否可以超速 當然不是 但絕對千萬不要超速 是罰得很納金的 而且扣分是3分3分 當然看你超多 但是說起超速的這件事 亦都想說一說 其實這裏Melbourne的路牌 車速限制的路牌 是隔得相當之開的 在香港來說 可能隔400米 就已經有一個路牌 提醒你現在現行的車速 應該是多少 但Melbourne這裏 是說一兩公里 都未必會見到一個路牌 車速提示路牌 所以 你是要打一聲12分精神 要留意著你自己的行車 合法車速是多少 Melbourne的合法車速路牌 是用白底紅圈黑字的 那些是Legal by Law 你可以走的速度 但有時你會見到 是黃底黑字的 黑圈 那些只是建議你用這個車速 例如說 如果你是Black Spring Road Great Ocean Road 這些彎位比較多的路段 會不停有這些路牌 可能突然說 這裏20 那裏40 當然 那是建議 你不需要立刻收紋 但別人善意提醒 你跟不跟 就是你自己個人的決定 還有 你是做U-turn的時候 很多路段都可以容許你合法U-turn 跟香港一樣 它不寫不可以U-turn 就是你可以U-turn 它亦會有些特別的路段位 是專門設計給你U-turn 但那些路出口位 其實就是雙線 大家一齊都可以U-turn 所以你進入路肩的時候 就不要踩在別人的線上 否則別人對面線要U-turn 你就會阻礙著別人 還有想說一下 澳洲人開車的態度 就並不是大家心目中那麼理想的 很多Rode Rage 的時候會發生 又或者可能你紅綠燈 你可能慢了起步 有些澳洲人真的心理變態 我覺得是一來就跟你說 最後教得出去 Hello 舉了終止 我心想 大哥 我慢起步 我不想浪漫 你都這樣對我 我覺得是不理想的 但是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這裏的人開車 並非每個人都這麼有禮貌 這麼友善 也有些人可能想問 究竟在澳洲 需不需要買一部四驅車去駕駛 City來說 我覺得四驅車 並不是沒有它的好處 因為剛才所說 走在Tram的火車路軌上 有機會會有線路軌 如果你駕駛四驅 如果駕駛四驅 那線路軌的機會當然會少了 再者就是 買車的時候 也都盡量選一些 我覺得買的SUV 會好一點 就算你不買SUV 也好 盡量買一些車身 離地高一點的車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 所有的路駁位 即是行人路轉回馬路 例如你去日游 經過油站 或者你出你家 把泡泡泡停車場的時候 那條去水的坑渠位 是很低很深的 但是馬路也上得很急 所以是造成一個很大的離地距離 一個gap 位 如果你的車矮身一點的話 或者你車頭泵泡 是Load得很低的話 很大很大機會 你就會一下子滾下去了 好常發生的這件事 當然 你說真的不是我已經買了 一部低身一點的車 那怎麼辦呢 那不是沒有辦法的 其實有一個方案 就是你出這些路肩的時候 盡量把車打斜一點來出 等你其中一個輪子上馬路 然後再慢慢駛出 就不要90度 一聲就轟出去 如果不是的話 你這樣轟出去 你的車底會花硬 那好吧 我們這段影片總括了 就是如果你在市區駕駛 在highway上駛 一些交通上的off fence 是一些留意的地方 在Melbourne或者澳洲駕駛 其實是不難的 你在澳洲香港駕駛 其實都比較容易 可以在這裡駕駛的文化 不需要太擔心 你要補充的話 其實都有一些專門廣東話的師傅補充 我旁邊這個就是 是一個highway patrol 警車 是一個highway patrol 警車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看到特別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還有這些情況 看到有人超速 或者有些犯法的規例 它們都會衝出來 然後就會trace down 那好吧 來到這段影片的尾聲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 在Melbourne駕駛的一些需知 知道highway的difference city駕駛的difference 希望大家在Melbourne 有一個開心的生活 也希望將會來到Melbourne的朋友 給予到一個idea 大家知道 原來Melbourne駕駛要留意 就是這些位置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是有幫助到你的 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留言 和訂閱 祝大家在澳洲 在Melbourne的生活 生活愉快 我們下集再見 Bye